大家好 我是陈珍 今天我们就接着上面的学习 在上面的学习呢 我们就已经了解了 JS的解析执行过程中的全局代码的一个处理情况 今天开始的我们就学习函数啊 说到这里的时候要强调一下 我之所以把它分为全局函数只是为了讲解的方便 因为两者之间还是有一点点差别 实际的代码的情况执行情况 并不是说先把全局的日处理执行都弄完了之后 再进入到函数 因为如果比方你函数中途有调用的话 它可能就进入到函数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地方要说明一下 那么回到函数的话呢 函数它的解析执行的话呢 也是分为两个阶段跟传值一样 它也是分为一个日处理阶段 一个执行阶段 而日处理阶段的话 与传值它有个差别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函数它会调用多次 是可以被多次调用了 是不是 每调用一次的时候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吃法环境的一个上下文对象 同时还有一点要注意啊 在传值里面的那个吃法环境对象呢 在浏览器里面的话 它就是window对象 而在这个函数里面 它产生那个吃法环境对象呢 我们是看不进摸不着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防不了的 这是因为这世界是解析器层面的一个东西 这是要说明的 然后它跟传值有一个差别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函数我们都知道有可以有参数 是不是 你调用的时候传入参数的话呢 在在那个预处理阶段的时候 它已经成为了那个吃法环境里面的一些成员 这是要说明一点的啊 然后后面的这些东西的话呢 跟传值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做额外的解释了 还是我们脑套路写一个代码呢 来看一下那个情况 那么我们怎么样构建这个东西呢 比方说我们写一个函数 F 然后参数呢 我们就搞两个 因为我是为了隐私那个函数 有冲突啊 并量有冲突的情况 写了两个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还是一样的 Alert一个A 然后Alert一个B 就是这个 接下来的话呢 然后我们就从把这个 比方说把这个B这个变量呢 重新再定义一次 让它有冲突 然后同时呢 我们也把这个函数呢 也重新定义一次 比方说这个A的啊 也让它有冲突 这个里面就可以什么都不写 这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外面呢 就调用一个这个函数 然后呢 在我们实际测试之前的话 你可以分析一下 它这个情况啊 依入我们刚才那个里面的内容的话呢 它就会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一个词法环境是不是啊 词法环境 我们就省略一下 它里面呢 在调用之前的话呢 因为参数AB传过来了 是不是 那么就会A变成了 直接变成1了啊 这个就跟传值不一样了 然后B呢 就会变成2 这是要注意的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要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案例就没有演示了 还有什么情况呢 比方说我们写一个函数 生命一个函数 翻个形 XXX函数 然后AB 定义了两个参数 但是我们实际调用的时候呢 调用的时候只传了一个 那么这个情况的话 这种案例的话呢 那么它的词法环境里面就会变成什么呢 A就会等于1 而B呢 就是等于undefined 这个是要说明一下的啊 这是我们案例里面没有的 我们接下来再看我们的案例啊 A和B有了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些东西呢 是比较特殊的 是属于函数独有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函数有一个特殊的 可以访问对象 叫做arguments 如果不知道的话 在后面的课程 我们会继续讲解这个arguments这个东西 有个简单的作用 它可以得到调用函数时 实际传入了那个参数的个数 比如下面例子 那个arguments这个对象的话呢 它的nense的话就会等于1 这是这个 了解一下就行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这个函数调用的时候 就日行处理了这些东西 然后接下来跟传织一样 它也是会扫描这个函数内部的代码 然后发信用非R生命的东西呢 就会加到那个司法环境里面去 然后用生命的方式 创建的函数呢 它也会加到这里面去 一样的啊 跟传织一样 我们这里的话呢 因为B跟你的这个地方有冲突 按照我们的知识的话 会直接忽略 也就是说B仍然保留为2 而不是那个传织的样 找到非R的话 它就变成B仍然的那个字 是不是 然后函数呢 这个地方我们也特意构定了一个冲突的 然后函数的话 我们有个特点知道了 上次我还跟大家总结了一个记忆的东西 函数是一等共鸣 是不是 有冲突的话就会覆盖 所以呢 此时在日处理阶段A已经变成了一个指向函数的引用 指向函数的引用 所以的话这个日处理阶段就变成这样 然后代码就开始真正执行了 真正执行因为A已经变成了一个函数的引用 所以这行代码的话呢 它就会输出一个函数的字符上表示 而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忽略掉了 所以呢 B不会是undefined的 而会是什么呢 而会是实际传入的那个值 也就是说这里就输出2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测试一下 实际的情况啊 刷新一下 看到啊 这个就是那个函数字符上表示 然后那个B呢 就是输出2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函数的一个日处理 执行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特殊之处 就是这两个 这两个 其他的是跟传组一样的啊 那么执行界呢 它其实还有一个地方呢 是比较特殊的啊 那就是什么呢 如果 如果你的里面生命的一些变量啊 没有用非啊 这种东西来弄的话呢 它会变成一个什么呢 变成最外部的词法环境的成员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写 写什么代码可以证明一下呢 我们就接着在这个里面弄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写一个函数 F1 这是一个最外部的函数啊 然后在这里面呢 我们也构建一个函数F2 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写一个B等于B板 我们没有用非要生命 那么整个函数执行了之后 我们在这里调用 然后最外部的一些调用F1 整个函数执行了之后呢 这个B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结果啊 这里是没有结果的 那跑到哪里去了呢 我可以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window.b 发现有这个字是不是 B是有的 而且它的字就等于100 说明这个B跑到了那个window里面去了 这个地方的话就解释了那个最外部的那个含义 就是那个这个地方的最外部的是意思 具体的一个细节的话就是这样的 因为进入到F2的执行的话 它就会创建一个词法环境的对象 而执行的过程中 在入出的阶段肯定是没有B的 因为没有用非要生命 执行了之后呢 它就会把这个B呢 并不是加到啊 不是加到F2的词法环境里面去 也不是加到它的F2外部的函数的词法环境里面去 而是加到最外面的 也就是说F2指向F1 然后指向window 也就是说B最终是成为了window对象的一个承软 这个地方呢 也的确是可以证明出来 而因为那个函数里面的词法环境 我们也没办法访问的 是不是 这个地方基本上 我们就也没办法能够证明说 那个B在F1的词法环境里面也有 这个只能说我们通过访window对象 然后访问到B能有的话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明 它是访问到 它是一个最外部的一个对象里面去啊 实际有说到这些话 有些同学可能就会想到 他怎么知道是最外部呢 是不是他们之间互相有一个关系呢 就是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留到呢 讲解下一节的那个作用域的时候 会讲解这方面的知识啊 现在你要知道 知道这一点就行了 没有那个用非阿斯敏 它就会变成最外部 也就是在接 在浏览器的环境下面的话呢 它就变成window的对象 这就是我们整个 JS的解析入执行过程的一个知识点啊 记住两点 我觉得就是可以了 一个是它有个入处理 一个是一个执行阶段 有这两个 第二点呢 就是什么呢 冲突的时候 函数是第一等公民 把这两个搞理解了之后 把这两个记住就ok了 那么这一块的知识呢 基本上是可以掌握了 已经很够用了 今天的内容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